你有沒有試過在中國內地上網? 有沒有一些網站無法登入呢? 我舉幾個例子 YouTube、Facebook、Twitter、Blogger 這四個網站都是在去年被封鎖的 阻擋這些網站的 是中國建立的監控和過濾活動系統 亦即金盾工程 大網民一般都稱之為防火長城 譯成英文就叫Great Firewall 簡稱GFW 防火長城主要有兩種方法阻擋敵人 首先是黑名單的倒截制度 將一批有敏感內容的網站域名 和網域名稱系統DNS列入黑名單 例如主要的外地中文媒體 蘋果日報 第二就是過濾關鍵詞 例如64 這些網站和再有敏感詞的網頁都會被阻擋在長城之外 你訪問這些網站就會出現錯誤的連接信息 90年代初 互聯網開始興起 內地政府已經積極研究如何慶對 1998年9月22日 公安部決定在全國公安機關開展全國公安信息化工程 亦即金盾工程的建設 1999年4月20日 公安部向國家計委送交金盾工程立項報告 和金盾工程項目的建議書 1999年4月25日 一萬名法輪功支持者包圍中南海 事件亦都加快了中國開展網絡工程 同年6月 國家計算機網絡和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立 2000年005公程正式展開 目標為開發一套過濾網絡內容的系統 同年年底 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 將一系列在互聯網上的行為列為非法 包括造謠、誹謗、煽動分裂國家等等 這些罪行在日後亦都被廣泛用到 控告不同的維權人士 2001年 國家計算機網絡和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正式在上海成立 2002年9月3日 Google.com首次被封鎖 後來重開 但網頁快照的功能被停用 2005年 防火長城的主要系統初步建設完成 分別設在上海、北京、廣州和長沙四地 2007年 內地網民在國外戶口的電郵通訊 開始出現傳送和接收的問題 2009年 西藏的動亂事件發生後 YouTube、Facebook、Twitter、Blogger也被內地封鎖 過去幾年 GFW的功能不斷被強化 被封鎖的網站無數 部分內地的網民透過翻牆的技術 越過長城上網 人數雖然是越來越多 但大多數的網民都並沒有意識到要回到牆外的世界 而在長城的保護之下 網民要透過不斷變換同音字 或者製造新的詞彙去發聲 草泥碼就是其中一個反審查的創造 不過這些新造的字很快就被列入文禁止 通通都被破壞了 於是國內的網民只能不斷創造更新的關鍵詞 形成了一場創意和監控的對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